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充满智慧的传统文化里十字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去美丽的大自然里看一看吧 你都看到了什么? 我在池塘里看到了许多的小蝌蚪 它们在游泳呢 我还看到了一群蚂蚁 它们在搬家呢 我看到了两只蝴蝶 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哦 你们看到了这么多小动物呢 有池塘里的 岸上的 还有空中的呢 快 让我们走进动物儿歌 去认识认识它们吧 来 齐读课题 动物儿歌 老师相信你们在课前一定都利用小锦囊 做了充分的浴学 请你来说说是怎么做的吧 欲学小锦囊 一读二圈三论 一读我来给大家朗读课文 动物儿歌 蜻蜓半空展翅飞 蝴蝶花间捉迷藏 蚯蚓土里造宫殿 蚂蚁地上运食粮 磕到池中游得昏 蜘蛛房前劫网忙 二圈 你们瞧 这是我圈出来的生字词语 这些圈出来的生字词语里面呢 还有三个小动物的名字呢 你能结合插图读出它们吗 蜻蜓在荷花上飞呢 跟我读蜻蜓 我找到了蚂蚁 跟我读蚂蚁 蜘蛛在这儿呢 它在屋檐下 跟我读蜘蛛 像这样的小动物啊 文章里还有三种呢 你能用刚才的方法 再来认一认它们吗 我会认 跟我读蝴蝶 蚯蚓蚓蚓蚪蚪蚪蚪蚂蚂蚪 让我们再来一起读读吧 蝴蝶 蜻蜓 蚯蚓 蚯蚓 蚂蚁 蚌蚪 蚯蚪 蚯蚪 仔细观察这些小动物的名字 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 它们左边都是虫子旁 我们以前学过偏旁表意 虫子旁的字大多都与昆虫有关 我还发现 去到虫子旁 它们的读音还跟原来都特别像 是啊 虫子旁是它们的形旁 形旁表意 表示它们的意思 这是它们的生旁 生旁表音 表示它们的读音 轻 合起来读读 轻 像这样的字就叫做形声字 我们再来读读 轻 停 马 鸡 之 猪 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带虫子旁的字呢 带虫子旁的字都是昆虫吗 带虫子旁的字不都是昆虫 我们以前学过虫子旁 这些小动物都是古人眼中的虫子 所以才带有虫子旁 我们在动物儿歌里认识了六种小动物 现在它们都藏起来了 你还能找到它们吗 蝴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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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 蚯蚓蚓蚓在哪里 蚯蚓蚓蚓在这里 蚂蚓蚓蚓在哪里 蚂蚓蚓蚓在这里 跟我读蚂蚓 除了这些带虫子旁的字 动物儿歌里的这些生字 也是需要我们认识的 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吗 蚓和蚓这两个字得有走织 我们以前学过边远运 都是带走织的字 可以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它们 一边的边去掉粒 换成大米的米就是蚓 捉迷藏的蚓 远处的远去掉圆 换成糕就是蚓 造工店的造 真好啊 你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了这两个字呢 藏 捉迷藏的藏 也是我们要认识的生字呢 我还可以用主次语的方法记住藏 藏躲藏 藏冷藏 我们也跟着读读吧 藏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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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迷藏 石和凉这两个字长得很像 石的下半部分和凉的右半部分都是凉字 凉字头加上凉就变成了石 食物的石 米字旁加上凉就变成了凉 凉式的凉 是呀 加一加也是一种不错的十字方法呢 我在家里食言的代字上就见到过这个十字 十十言 我在超市里见过凉字 凉 五股杂凉 你这是在结合生活认字呢 而且呀 同样的字你还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实际 真不错 下面就跟着老师再来读读吧 食 食 食 凉 凉 合起来读读 食 凉 你们可要看清楚了 老师要给它遍一遍了 再来读读 再来读读 糧 食 其实啊 糧食和食糧 它们的意思啊 是一样的 多有趣呀 再来读读吧 糧食 食 糧 同学们 你们再来猜猜看 这又是什么字呢 这个字是网 结网的网 因为它看起来和图片上的知数网特别像 没错 这就是 网字 网是象形字 我们的祖先就是根据网的样子创造了这个字 那你在生活中还见到过什么网呢 我见过足球网 羽毛球网 篮球网 还有鱼网 你在生活中还见到过这么多网呢 那我们再来读读 网 结网 结网盲 我们在小儿哥里认识了这么多生字 现在呀 它们又回到儿哥里了 你还认识吗 来试试吧 再来读读这几个词语 你有什么发现吗 藏 凉 盲 这三个字 它们的孕母都是 是 真棒啊 你发现了儿哥 鸭韵的小秘密呢 鸭韵 让儿哥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 读好了 这几个字 能让小儿哥变得更有韵味呢 注意押韵 再来读读吧 同学们 小儿哥 鸭韵里呀 不仅藏着我们要认的字 还藏着呀 我们要写的字呢 仔细观察 这些汉字 你能按照结构 来给它们分分类吗 我来给它们分分类 尖 迷 韵 造 网 它们都是半包围结构的字 持 和欢 是左右结构的字 结构分类呀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半包围结构的字吧 我发现尖和网 都是外面有一个半包围的框 写的时候 是先写外面 再写里面 你发现了这两个字的共同点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尖字 你能利用观察小锦囊 说说怎样写好尖字吗 我们以前学过写门字框 门字框要写大一些 先写点再写树 最后写横着高 里面的日要写小一些 中间的横也要在横中线上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 那老师送你一个尖字小锦囊 快来读一读 尖字先写门字框 从外道里记心上 从外道里记心上 先点后树 横着高 小小小日子 写完了尖字 写完了尖字 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字 迷 迷运造 这三个字都有走织 带走织的字写的时候 应该先写里面 再写走织 那老师就来送你一个 迷字小锦囊 快来读一读吧 写好迷字先写米 米字注意那变点 走织三话要记轻 二笔齐笔压中线 横着着撇一笔成 那要舒展脚要平 让我们跟着小老师 一起来写一写 写好迷字先写米 米字注意那变点 走织三话要记轻 二笔齐笔压中线 横折折皮一笔成 那要舒展脚要平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在小儿歌里 会认会写了许多字 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 课间休息时间到了 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来做做课间操吧